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看見她雙順髮指, 肌肉的眼睛 已經沒了密波 有村民的車鏡拍到 案發當晚我女人在Louis家裡拿出 八三 你可以走的 你別說我走的, 對了, 捉他 是他殺了Louis的 水維銘小姐 你涉嫌和中國籍男子 何立維的被殺案有關 請你跟我們回去再提上 我? 對了, 是他殺了Louis的 現在不是事必要你說 除非你想說 你所說的, 我們會用指頭筆記錄下 將來會成為呈堂整工 你做壞事是會有報應的 你殺了Louis 就要承擔給我後果, 你知道嗎? 今天月二號, 即是案發當晚九點半 也就是說Louis死前的半小時 有村民車鏡拍到一個衣著 髮型跟你相同的人出現在Louis家附近 這個是不是你? 這個不是我 當晚我沒去過那裡 在二號晚上九點半到十一點半期間 你去哪裡? 我去家 有沒有時間證人? 沒有, 那天我去下班 我已經回家, 沒過去了 那你有沒有買過外賣? 或者跟朋友有視像通話 甚至是你想我買過東西也可以 你在家裡錄影看電影也行的 那晚我是七點半離開法政保 有拍卡記錄 然後我開車去商店買了一點用品 有信用卡付款記錄 大概我是九點鐘到回家 那晚因為很累 我吃了一點東西, 洗完澡就睡覺 我沒上網, 沒看電影 也沒跟朋友說過電話 所以我沒時間證人 我的確有件類似的衣服 類似的布 我看電影錄影的確很像我 但不是我, 我沒殺過Louis 平時你買衣服的習慣是怎樣? 網上隨便買, 有指定的牌子 還是有雙屬的布 雙屬的布 那會不會有人知道你買衣服的習慣 在看什麼? 來 普天的Amy有把衣服送給你選擇嗎? 金貝的衣服真不錯, 看一件衣服多漂亮 很漂亮 還有一件外套, 剪刀不錯吧? 很搭配你 這雙布也很漂亮 Louis也很喜歡我穿布 不過這雙布好像很難搭配 你穿什麼都好看 那買完它吧 Elaine, 她知道我平時買什麼衣服 在哪裡買 你覺得這個人是Elaine嗎? 我不希望是她 但除了她之外 我想不到還有誰這麼了解後的衣著 但她懂得跟針筒注射 Facoronium加上殺人? 她懂, 因為我跟她說過 我看到這宗新聞 外國有個護士跟病人打了針 只不過過了三十分鐘 病人就救不了 我又看到這宗新聞 護士看錯了藥物標籤 把肌肉鬆弛劑當作震靈劑 導致病人呼吸到肌肉鬆弛 最後就死了 這宗新聞說那支針打完之後 你的肌肉會慢慢覺得沒力 就算想喊救命也喊不出聲 這種藥我在我們公司見過 如果我不小心碰到的話 豈不是很危險 放心吧, 這就是手術用的麻醉藥 不是毒藥, 碰到就不會有事 一定的注射入體內才會發揮藥效 那就肯定Elan知道 用針筒注射Facuronium Bromine 是可以殺人的 現在所有證據都指向Elan 殺人動機也成立 殺死Louis的兇手, 應該撫之欲出 Elan是我認識很多年的朋友 我真心不希望是他 但同時我也很希望Louis的死 可以查到真相 這個責任交給我們 待會問完後宮之後 你就去辦理保釋手續 提醒你一件事 保釋期間, 你不可以離開香港 我一定不會離開香港 我會留在這裡等你們查出真相 你好, 隨便看吧 好, 謝謝 總之你幫我買多點酸薑和華妹 為了寶寶, 吃零食我都要吃得最健康 好, 再見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剛才我聽到你說的電話 想買一些酸薑和華妹做零食 不過在街上買的酸薑和華妹 是加工食物 加了很多鹽和防腐劑 多吃了, 對寶寶無益 真的嗎? 但我真的很想吃那些口粒濕 你可以買一部風乾機 自製風乾水果片 口感很鬆脆, 而且又有營養 我也是這樣做給自己吃的 謝謝你, 你這麼好人 將來你的嗲子一定又乖又聽話 謝謝你, 不妨礙你了 將來這裡放在寶寶床裡最好 你遇到那麼多位置給寶寶 你不怕會霸佔你的房間嗎? 不是我的房間, 是我們的房間 總之, 沒什麼比你的寶寶更重要 將來把寶寶床放在這裡 把梳化拿走, 就可以騰出空間 我們可以放兩張椅子在寶寶床旁 看著他一對一對 我們可以一起唱歌仔給他聽 跟他說故事 慢慢看著他高, 慢慢看著他大 所以你要好好地抬著我們的寶寶 你是不是需要隨時告訴我 我不讓你這麼粗魯 我沒有的 小姐 不好意思 這封寶寶床的特色是床褥 寶寶最重要是睡得舒服 很多客人都有訂的 對, 真是很舒服 寶寶一定喜歡的 寶寶還有一來出生嗎? 寶寶還有七個月就出來見媽媽了 這麼快就看好寶寶床? 你一定很疼愛你的寶寶 我老公他那時候比我更加緊 他說只要寶寶用的多少錢也無所謂 最怕寶寶用得舒服 他開口埋口, 都是寶寶最重要 你老公真好 寶寶如果是男生的話 將來一定會像爸爸一樣, 知道嗎? 還沒知道他是男生還是女生嗎? 不知道, 我不想照顧 我想有個驚喜嘛 是, 小姐, 讓我收拾 昨天是不是還拿了一杯咖啡? 是, 放在這裡 去哪裡? 現在汽水和零食我都戒了 一夜三餐, 我聽足夠的吩咐 還懂得兩個運動 我想寶寶一定會健健康康地成長 為什麼呢? Yelaine, 你不要經常想著寶寶 你也要想想自己 我的事豈不是寶寶的事嗎? 總之, 你要健健康康 不僅寶寶, 你也很重要 謝謝你 我們以後一家三口 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現在不夠甜嗎? 雖然你現在不在 在這裡, 不過你放心吧 你說的話, 我全都記住了 我和寶寶一定會好好地生活下去 好, 謝謝 King Sir Dr.Man 有些事想跟你談, 妨礙你嗎? 剛剛住上去找你 我昨晚打電話給Queen 知道他簽了保釋 他跟我說他沒事 但是我怕他只是不想我擔心 他在文化的時候表現很鎮定 口供也沒有什麼疑點 我想因為他確信自己沒做過 一定不會有事 這一點我們可以相信他 但是依然要保釋 就是沒洗脫嫌疑了? 因為他提供不了不在場的證明 不過根據他提供的資料 我們找到不少的線索 現在疑犯指向另一個人 Elaine Queen的口供裡面提供 Elaine很熟悉她的買衣服作慣 我們去了Queen說的這間店裡查過 發現Elaine在這裡買了不少的衣服 當中包括Louis家附近 車鏡頭拍到一個女人穿的衣服和衣服 Elaine真的很大嫌疑 我們也曾經過Elaine做倉務文言 那間物流公司的賊 發現公司的倉庫裡 有一批醫療用品被人開過 當中有一份Fakuronian Bromain不見了 一直都沒人找到? 老闆檢查紀錄才知道有人改過來 而一向負責管理紀錄的人就是Elaine 這份紀錄剛剛傳過來 就是為了這件事, 我想上去找你 換言之,Elaine又可能偷了藥 之後改紀錄隱藏這件事 再用它來殺害Louis 動機就是因愛成恨 我最初也是這麼想的 所以想進一步了解 他們三個人之間的關係 Quin跟我說 Louis在案發之前幾天曾經打害給她 她已經跟Elaine說清楚 只會做BB的爸爸, 不會做她的老公 Quin也有跟我提過 但是Elaine又跟Quin說 Louis會跟她結婚, 重於一起生活 所以她一口咬定 因愛成恨殺人的那個是Quin 我跟Louis和Quin相處了這麼久 我偏向相信Quin 我也偏向相信Quin 但我們找Quin的時候 Elaine也在場 當時看她的反應, 又不像在演戲 如果Louis只選了Elaine Elaine就沒有殺人動機 而Elaine這麼重視BB 應該不會引申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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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 Sir 我們查到Elaine在一個星期之前 曾經在家附近被一手推車撞到跌傷 下身流了很多血 醫院的報告說Elaine流產了… 女兒也在家附近 媽媽 其實她有什麼事 她是在家附近的地圖 這次是小花 她是小花 她是小花 她的小花 幸虧沒事, 是不是?寶寶? 放心吧, 媽媽無論如何都會背著你 老爺 張宇玲小姐, 我是西九龍重… 我告訴你, 我剛想找你, 我全都想好了 我全都想好了 我知道Louis怎麼死… 張宇玲小姐, 你對賀立衛的命案 有什麼想說? 我記得Louis當晚死的情況 我一眼看到殺死Louis的人 是Krin, 水慧明 她應該是妒忌我 她不想我有個幸福的家庭 她心裡變態 她寧願殺死Louis也不肯讓給我 你說你親眼看到? 那在Louis家附近出現的這個女人 就是你? 是呀, 是我 今晚九點多, 我上去找Louis 你怎麼弄成這樣? 你讓我進來再說 我那天在餐廳明明跟你說得很清楚 你說明白嗎? 我明白, 你很重視我們的嬰兒 你很想我們很幸福, 我明白的 你明白, 但為什麼你扮成阿Krin這樣? 我知道你對阿Krin沒蒙情 我想告訴你, 我也可以像她一樣 你扮得幾次都沒用 因為你是你, 她是她 不是這樣轉個妝, 換個套衣服就變成她 有什麼分別? 她做到的, 我一樣可以做到 不是, 我做得會比她更加好 我需要煮飯, 我需要做家頭細膜 我一切以你為先 你做得多完美都沒用 因為我何立為, 喜歡的 永遠只有阿Krin一個 為什麼?你想怎樣都行 我求求你, 你和我合在一起 但我想說的事要說完 你臉色很蒼白, 你早點回去休息 這樣對寶寶不好 我不走…我要留在這裡 我用我們一家人合在一起, 我不走 你不要這樣 你還繼續糾纏下去 我也不會改變我的心意 你會的, 你一定會的 你會接受我的 你會想和我是不是在一起的 我們合在一起 我求求你, 我們合在一起 怕我說話你也不明白 好, 你跟我來 跟我來 請你看清楚 這些箱子是我從阿Krin家搬回來的 我拆也沒拆過 因為我相信有一天 我會遠風不動, 會搬回阿Krin家 還有一天, 我跟海頭的照片 全部都是阿Krin家 他這個位置永遠不會有人取代 你不要妄想 怎麼可能的? 怎麼可能的? 放手 你小心點 你也要顧著自己和寶寶的 寶寶? 寶寶的 寶寶, 寶寶沒有了 阿賓, 你跟我一起 阿Krin就會殺了你 你沒事吧? 我這麼愛你, 我不會傷害你的 殺你的人 是阿娟? 我親眼看到 阿娟拿著毒針插Louis 是阿娟殺死Louis的 你一個人去賀立惠家找他 當時屋裡也賀立惠一個人 水慧明是何時進去的? 我不知道 我只看見他殺了Louis 如果你這麼說 那水慧明殺了人之後去了哪裡? 我也不知道 當時我很害怕, 我馬上走了 當時你在屋裡的什麼位置 你是怎麼看見整個過程? 總之我就看見了 阿娟呢? 他妒忌我有寶寶, 他沒有 他寧願殺死Louis, 他也不賺人給我 沒有, 他是殺人兇手 如果真是妒忌 那為什麼他不是殺你而殺何立惠呢? 寶寶沒錯, 怎麼也不可以送我倆沒資格 是嗎?寶寶? 沒事 我們檢查到上星期 是, 你被手推車撞到急診室 醫生確定是流慘 你還多留一天進行子宮青骨手術 是不是? 是呀, 真是, 真是保不住 醫生說要留院觀察我 幸好我們兩個母子平安 才出院而已 我和寶寶要看著 殺Louis的紅手草鑑 現在整件事都清楚了 你們還不抓人? 無論如何 如果你堅持當阿水為人命在場的話 我們需要拿你的指紋來做比對 拿呀, 快拿呀 要不要拿DNA? 是不是要用那些棉花棒刮口? 我會的, 拿呀, 快點 我再查過急診室的記錄 確定Elaine是流慘了 有醫學研究指出 每一百位產後婦女 會有十至十五位患上產後抑鬱 情況嚴重的 還會演變成Puripolcycosis 產後精神錯亂 雖然這種情況比較罕見 但是婦女流產之後身心受瘡 會導致病情進出惡化 產後精神錯亂 會出現情緒操狂或失控 出現幻覺、幻聽、妄想 跟Elaine的徵狀很相似 因為精神錯亂 她就認定親眼看到Queen殺死Louis 雖然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是我知道心理學 有一種叫作錯誤歸因的現象 就是真實的記憶內容 會隨著時間、空間、環境的變化 而開始扭曲 甚至令人將錯誤的幻想 當成事實, 造成虛構的記憶 正確, 澳洲有個案例 有一個女人報警被強姦 還說犯人是一個很有名的節目主持人 但是警方查到這個主持人 在案發的時候 是在電視台做愛演示 根本不可能犯案 那個女人被侵犯的時候 根本看不到犯人的樣子 她只看到電視中播出主持人的節目 她就把犯人的樣子想成為主持人 就是說Elaine流產之後 幻想了產後精神錯亂 之後她找Louis要求跟她復合 但是Louis拒絕了她 當她親手要殺Louis的時候 在鏡中看到自己 跟Queen的衣著打扮一模一樣 她不想承認自己是殺人兇手 所以就當了殺Louis的兇手是Queen 一時執念, 不僅動了殺機 還令自己失去常識 我建議找法醫精神科的專家 幫Elaine做一個詳細的精神評估 將來上庭應該可以幫到她 不過這件案子還沒完 我看過IB的指紋報告 你們之後拿了Elaine的指紋做比對 屋裡除了Louis和Queen 還有Elaine的指紋 但是在Louis家裡大門門病 又被清理過的痕跡 上面只有Queen的指紋 如果Elaine只是這麼理性 他認識得清理指紋 沒理由只清理大門門病 相反, 如果他沒清理過就走 就解釋不到為什麼門病 沒有了他和Louis的指紋 原因只有一個 有人清理過大門門病 不過不是Elaine, 而是其他人 而這個人是從Elaine離開之後 Queen發現Louis的屍體之前 曾經進入了房子 好, 馬上去發證那裡 有人報警 Louis家裡村口的花草口 找到一支裡面有液體的針筒 是的 針筒上面的指紋 和Elaine的比對結果是什麼? 進來吧 高Sir, 針筒液體的發言結果 已經傳給你了 裡面有透明液體 是Habecaromium Bromai 胃腹臭胺 跟Louis後肩針口的皮膚組織 驗到的藥物成分是一樣的 針筒最多可以裝到10毫升的藥 現在剩下5毫升 就是說打入Louis體內的胃腹臭胺 不會超過5毫升 只是注射5毫升會有什麼反應? 肌肉無力, 反應遲鈍, 說不定 不過最大程度 都是手軟腳軟不能動 但未至於會窒息 以Louis的體重 起碼要注射6-8毫升 才能做到麻醉的作用 要自死的話 就算打完整支針筒的劑量也不可能 所以殺了Louis的不是怡靈 是另一個人 如果後肩被注射為父臭胺不是死因 也驗不到Louis服飾過任何藥物 令他自死的藥物就是由其他針口注射 那個打完針口即時按壓 有瘀血的針口 也能解釋到為什麼只有一個針口有瘀血 但你之前已經驗過Louis 所有針口的皮膚組織 只是驗到用過的指銅有巴勒斯特末 如果兇手注射的 是一種人體化粥代疾分解的藥物 那麼皮膚組織就不會驗到藥物 那我們就針對皮膚表面的代疾物 做一次化驗 應該可以找到真正令Louis窒息自死的 到底是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 你沒有做皮膚科醫生, 轉了做醫學美容 美容院生意如何? 還在籌備 不過自立妹妹比想像中困難很多 明白的 Louis生前也想開自己的診所 很多東西要準備 但最終還是完成不了神願 Louis真的走得很可愛 對不起 我最近比較忙, 都沒有慰問過你 你還好嗎? 我還好, 有心 好了, 我今天就幫Louis把手足交給你 Louis一定不希望你太難過 他真的對你很好 經常都在我面前稱讚你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他聊天 他突然收到你的電話說要上班 他就說立刻要離開 差點連會嫁給我打死 他應該不想我等太久 他一向都很能救人 他曾經說過 愛一個人就不應該要對方等 而自己就是在做等的 所以他要早給你回家, 等你回來 我親愛的女皇陛下 你的晚飯已經為你準備好了 這道甜酸骨, 裡面的甜度 特別為你而調教 讓你吃完之後甜到流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格的芽衣 不斷要女朋友吃甜的 你不怕我吃得住芽衣 有我這個守直芽衣 替你監察著, 你不需要擔心 而且不甜又怎麼叫做家庭 寶寶寶呢? 我也要得起心想學好廚藝 就算煮不了兩味 起碼也煮到一鍋好飯 讓你回來可以聞到香 我還期待那天 當我回到你家的時候 打開門叫一聲 Queen, 我回來了 然後聞到飯香 感受那份最大的幸福 Queen 原來這裡真的這麼難拍車 要繞出村口才能找到位置 很多時候自己收拾家, 不用麻煩你 反正有空沒所謂 怎麼樣?是不是有很多東西收拾? 有什麼可以幫忙? 剛才我進了Louis房一轉 我發現他沒什麼私人物品 他在家搬回來的東西 幾乎全部都是擺在箱上遠風不動 他一直期待可以搬回去 跟你一起生活 他曾經說過 無論是我還是他 都很希望已經進到家門口 就感受到對方帶給他更幸福 Louis每件事都要想我 買東西會想我喜歡什麼顏色 煮東西會想我喜歡吃什麼 拍胎也會想我喜歡去哪裡 他每件事都想我開心, 想我幸福 但是反過來我為他做過什麼 我連家門口也不讓他進去 要他最後帶著遺憾也離開 你們經歷的回憶和感情 永遠都會留在你心裡 成為你人生重要的一部分 但我已經沒什麼就可以為他做得到 你有嗎? Louis最希望就是你幸福 我相信只要你生活得開心 不再自責 不讓後悔束縛一生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希望從今以後 你比任何人都幸福 我希望從今以後悔束縛一生 我聽到了 你不可以裝模作樣 我知道, 凡是有院有生日 大家都齊齊熱鬧鬧慶祝開派對 謝謝你們有心 不過今晚我就不可以和你們一起吃飯 又想做獨家傳? 是我女兒, 她說稍後來接我出去吃飯 今晚一家人一起開開心心, 切蛋糕 我孫兒還說要唱生日歌給我聽 生日應該跟家人一起過才對 原來我女兒還是很疼愛我 是我自己, 發了小孩子的脾氣 我還有兒孫腹響 原來我女兒比我找到 我也去叫朱姐不要碌臉 媽媽, 剛才打給你, 你聽不到嗎? 本來我不是說來接你 但現在我和軒仔學校開家長會 還沒走得不知說到什麼時候 你等就等, 等不到肚子餓就先吃飯 又有宣布了, 不跟你說了, 再說吧 媽媽, 今晚餐飯也是取笑 我要跟一群家長去聽那個考試 攻略講座, 不會很吃虧的 來吧, 軒仔, 跟婆婆說生日快樂 婆婆, 生日快樂 行了… 我還沒唱生日歌 快點唱吧, 跟大堆走吧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好了, 媽, 我趕時間了 你自己吃點好東西慶祝一下吧 今晚吃不到生日蛋糕 春天再吃過, 遲些再說, 再見 再見, 婆婆 為什麼會這樣? 娟姐 算了…她的年輕人沒搭乘 不要緊, 女兒不僅僅 還有我們整扮拌有機, 熱量很海鮮 謝謝你們, 你們有心 姬姐 剛才就歡天欺地 現在真的吃龍肉也沒味道了 吃飯吃不成, 又不是以後不能吃 要不要又彎自閉? 娟姐, 你沒帶電話 我怕有人找你 我這種臭老爺, 怎麼會有人找我呢? 其實我們早就預料了想和你吃飯 壽麵和壽肚 不如你給我們面子 和我們一起玩玩, 開心一下 對, 我剛才在黃絲通告說 今晚的派對開不成 大家不知多失望 現在我們又發通告 很快就齊現隨時開餐 生日有人陪著 比孤零零一個好 人家說養兒放老 結果我不是被女兒 當我是舊花瓶般擺在一旁 每個身分都有每個身分的難處 你女兒的確很緊張兒子 但你有沒有想過可能是遺傳呢? 我大半輩子草牛造馬為了女兒 我疼得她孔 到頭來我當她是寶, 她當我是草 你女兒不是不疼你 只是現在的重心放在她兒子身上 因為她兒子是她的寶 那就和勒熱養真是有遺傳 父母愛惜自己的兒女是很自然的事 可能她對你的關注少了 但是當你有事的時候, 她也很關心 上次我也看見她很緊張你 可能有時候太急, 語氣重了一點 她以前怎麼會這樣對我 她很乖、很聽話 她好像我的孫兒一樣, 很像我的 有人說多有氣質的女人 如果結婚了, 當了人媽媽 都會變得粗聲粗氣, 原來是真的 你這麼說話, 忍著激怒你的女朋友 我不是她的女朋友 但如果可以哄娟姐你紅眼一笑 都可以給我個讚, 死定, 坐夜 少許心意, 希望娟姐適合心事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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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怎麼弄的? 迷思定了 Stan用了一些程式 你把軒仔短歌轉成電話鈴聲 還有的 婆婆, 生日快樂 乖… 每句婆婆生日快樂 已經做了你的訊息提示了 以後只要有人打電話 你就會聽到軒仔唱生日歌 收到短訊, 軒仔就會說生日快樂 又試定西什麼境 他很厲害, 是性民專家來的 我有點看你擔心 讓秋姐這樣吹一吹 看來你會開始很沒空 不要緊, 最重要是娟姐開心 對, 有屎丁不用驚 可樂…笑飯了, 開餐了, 通鵝了 好, 開餐了, 吃飯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第一次要你上來就做阿四 我做阿四也不夠你辛苦, 捱了義氣 真的被我批准 經秋姐替你宣傳之後 你多了一群支持者 我也想不到答應了娟姐之後 三嬸、六婆的月曲補鑑陸續有來 還有裘叔珍藏幾十年的廣播劇 不過經理這個大師級專業收服 我相信公公婆婆一定笑得見顏不見顏 難得他們這麼信任把珍藏交給我 那我們應該怎麼開始 你這裡有小的工具吧 先做調教大小聲, 降噪這些基本功夫 我有條3.5mm立體聲源線 用來接駁奏充電腦和電腦 再加上之前在鴨記收拾了批舊器材 應該適合 我應該沒什麼可以幫忙 那種杯咖啡給你看, 阿神 好, 謝謝 阿神, 去房間那裡 你真的帶了鯨魚回來嗎? 沒想過這麼早讓你看到的 不過既然看見了 就應該看看鯨魚怎麼海中長榮 你記得我跟我說過那條52Hz 一直找不到同伴的孤獨鯨魚嗎? 記得 原來這條鯨魚有新的開始 原來這條鯨魚以為 他以後都不會找到心目中的本 直到他遇到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很特別 他竟然可以明白了鯨魚的心聲 他還撫平了 鯨魚本身裂開了他的傷口 於是這條鯨魚就想 他以後是否可以跟這個女生在一起 展開新野 起初這條鯨魚也有顧慮 他怕他的表白是一種冒犯 會嚇怕這個女生 但是這條鯨魚經過反覆私糧之後 他覺得跟這個女生很合適 很開心 他真的很希望從此以後 不再孤單一個 可以開始新的人生 所以他選擇了回來香港 鯨魚剪開的應該是魚生, 不是人生 其實我們剛才應該是吃魚生吃壽司 不應該打邊爐 為什麼你會這麼煞風景呢? 作為一個法醫 習慣是要比較理性 那以你的分析 鯨魚的想法會不會太自我? 其實那個女生又怎麼看? 他跟鯨魚的故事會不會是幸運? 這個問題值得花時間去思考 希望鯨魚等到的 是他最想得到的答案 是Lilis與血針口的皮膚組織 驗到有殖基因? 即是虎柏酸 是一種鬆弛劑注射入人體之後的代謝物 又是肌肉鬆弛劑 這種鬆弛劑叫腐敗膽 比Elaine用的維護臭胺, 藥力更強 代謝率很快 是醫院手術用的麻醉藥 一般人應該買不到 令Lilis著色致死的應該就是腐敗膽 Lilis身上沒有發現 任何被捆綁或掙扎過的痕跡 是因為他在遇害之前 已經被Elaine打了一針 令他變得肌肉無力, 反應時鈍 而在這個時候 他再被兇手注射虎拔膽 Lilis根本沒有能力反抗 結果致命 兇手故意 Lilis本來打止痛針的針口落針 落針手法純熟 很大可能是一個專業的醫護人員 就是說我們要找的是 Elaine走了之後入屋的人 還要是醫務人員 但是Lilis認識的醫護朋友 也應該不少 你們的調查有沒有新發現? Lilis樓上的住客 在案發當天的早上去了澳門 昨天剛回來, 下了份口供 他說在案發之前的一晚 大概八點多 他聽到Lilis家裡 曾經發出過有爭執的聲音 聽到Lilis是跟男人還是女人爭執嗎? 住客說當時他在看電視 只是突然聽到兩聲特別大聲 沒有特別留意到底是男還是女 但是晚點他在露台收衣服的時候 就發現衣服被煙分了一陣味 Lilis, Queen和Elaine都不吃煙 煙味很大可能是跟Lilis爭執的人留下 住客還說煙味很奇怪 不像平時聞到那些 似乎夾集了其他味道 可惜他形容不回 煙味最容易吸負在報質上 既然我在樓上的衣服 都分到強烈的煙味 在Lilis家裡 靠近窗口位置的報質物品 很大可能都會吸到相同的煙味 例如是窗簾 窗簾上有屬於三手煙的招呼和尼古丁 換言之, 真的有人在Lilis家裡吃過煙 另外還有微涼的酒用焦糖 MCP和七彩含氛的化合物 當中的二甲基本是一種煙分味 但是分可以有很多的組合 很難確定窗簾上的煙味 是來自什麼的物質 MCP是食物用的增香酒和甜味劑 再加上酒用焦糖 窗簾上的煙味可能不同酒有關 你們嘗試撇除三手煙的成分 針對煙分味 再以不同的酒做成分比對 看看哪種酒和窗簾上的煙味 不喜歡接近 是, 高Sir 謝謝 Queen, 怎麼會上來?進來坐吧 我因為有朋友離開, 所以載我 上次因為你跟我說一些 關於Louis的點滴 替我重複回很多以前即貴的回憶 謝謝你 不用客氣 作為朋友, 到現在我也覺得 Louis的離開真的很可惜 不過我知道你很行 我在Louis家收拾房子的時候 發現這份是你開美容院的計劃書 裡面有Louis的評論 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沒有跟你提過 也不知道對你有用 所以儘管拿上來給你 謝謝 出門了? 對, 一會兒飛 這麼多行李, 去很久了嗎? 是一些學術交流 有時間可能到處看看環境 不好意思, 有電話, 我進去聽聽 謝謝 阿千… 高Sir, 有結果 我們將窗簾布上剩下的氣味成分 和市面上不同的酒做比對 全部的成分都在威士忌運動 而煙燻味就是蘇格蘭威士忌的特色 當中的確以蘇格蘭的成分比例 和窗簾布上的最接近 我們再三檢查過 在窗簾布上沒有發現有任何酒跡 換言之, 酒阿蓮和煙味附在窗簾上 有些人喜歡把酒運到煙屍道 所以空手吃的 是有蘇格蘭威士忌的眷煙 King Sir, 跑車了嗎? 我繞了幾個圈都找不到位置 現在停在附近街 可能隨時都要開酒的 你走得你再叫我吧 好, 我朋友進去房間談電話 我等他出來再跟他說一聲 不要緊, 你慢慢來 對了, 剛才高Sir叫我 說在Louis家的窗簾布上 驗到蘇格蘭威士忌和煙的成分 估計是自己捲煙 再把威士忌放在煙屍上面吃 你知不知道Louis身邊有沒有朋友 有這樣吃煙茶館嗎? 我不覺得 你再想想 這個人很可能跟Louis的死有關 好, 我留意一下, 再見 我不是很聞得蘇格蘭威士忌有醉煙味嗎? 會敏感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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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中抹说话仍能讲,有谁偽装, 布满了太多隐喻的答案, 线索每暗中植下一个网, 你晚收藏在那间房, 谁中抹说话仍能讲,有谁偽装, 你与我本身所做天会汗, 结果或意想不到, 相曝光。